关上驾驶舱起飞出发 这不是普通的驾驶训练 因为这一次驾驶要负责扮演 美国空军的假想敌 美国空军共有三个侵略者中队 研究敌人空军战机编队 专门扮演担任假想敌的 分别是爱尔森空军基地的第18中队 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第64、65中队 而就在这个月中旬又新成立706中队 目的就是要抵抗日益升高的中国威胁 1972年美军在越战踢到铁板 成立侵略者中队 提升实战模拟强度 侵略者中队又被昵称为红军 和代表自由阵营的蓝军对抗 目前美军的四个侵略者中队 只有第65中队才有F-35战机 这次新成立的706中队 就是为了让第65中队 可以更专注模拟新型第五代战机的战术 像是中国解放军的殲-20 跟还在研发中的殲-31 美国空军表示要把内利斯空军基地 打造成第五代卓越中心 面对中国威胁不止空军有新布局 海军也有动作 外媒报道 海军预计创建新的组织叫做海上快速反应小组 负责国防部的紧急任务 由海军跟陆战队一起运作 同核研究实验室 还有采购部门跟其他组织 有消息指出 这个部队就是要把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军援孤海岸的过程制度化 让流程更流畅 确保中国入侵台湾时 美国海军能快速把军援送到战场